烏克蘭當局表示7月1日早些時候 俄羅斯導彈襲擊了烏克蘭黑海港口 奧德薩附近的一座公寓樓和兩個度假營地 造成至少18人死亡 數十人受傷 奧德薩地區緊急事務官員告訴當地電視臺 一枚導彈於凌晨1點左右擊中建築物造成16人死亡 並補充說41人獲救 救援工作仍在進行中 以尋找可能仍被困在152人居住的建築物中的人 奧德薩地區政府發言人說 導彈還襲擊了附近的兩個度假營地 奧德薩地區州長馬爾勤科稱 總死亡人數為18人 住院人數為31人 他說 這些導彈都是從黑海方向飛來的 路透社無法獨立確認事件的細節 自2月下旬入侵烏克蘭以來 俄羅斯一直否認以平民為目標 這被稱為特別行動 旨在使鄰國非軍事化 裙克蘭以XT 系統 搖聯